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过来 我们都是24小时迟处在仓库的 哪怕有一天晚上遇到了这种紧急状况 我能帮到它 我守的这一个月都是值得的 嗯好好好 那我这边到了联系您 再见 我叫杨雅 00年的 目前我在一家冰占用瓶网店工作 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们公司其实就已经给我看了 他们做这个的 它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的工作 喂你好 您方便出来拿一下吗 刚开始做淘宝客服 先去了解一个顾客 我们把它当成朋友一样聊聊天 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 比较思念他们的一个真的比较悲伤那个时候 不知所措非常茫然的 他就会跟你讲特别多特别多 既能说我给他更好的推荐 他其实讲出来他的心里也好说了很多 我们的时间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店的吧 理货发货 有客户来我给他介绍衣服的款式打包 有些说给父母买 给孩子买的也有 有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他的老伴吧 那时候已经也比较严重了病情 然后他的话是过来顺便给自己挑一套 他就觉得买平时的衣服 他给自己怎么搭配好看 他怎么来 他说问我 小弟你看这件好不好看 然后说你帮我拍个照 这一类的客户挑选到 他真的很满意 他就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他也不怕了 因为有一些客户比较介怀这个东西 可能说你天天坐在一个骨灰盒的店里 旁边都是兽衣 别人可能真的就觉得你晦气 对不对 态度可能刚开始也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在我的接待之下 衣服全都很满意 并且说之后的一个流程 事情他都知道了 他可能会握着你的手 跟你说非常好 什么谢谢你小兄弟 既能自己成长 又能给到别人的一个帮助 好客气了客气了 应该的 最大的困难的话 还是自己的一个心态 在这边承受他的无聊和寂寞 啥事情都没有的时候 就这样子在他躺着 大火大一把 然后实在可能有时候困得不行了 会出去外面走一走 逛一逛 不敢走太远 其实就是爬 万一真的有急的事情 耽误了一个人家也不好 就有一天晚上我还在睡觉 一个客户转来了一个电话 我这边老人刚走 旁边没有兽医 电这些的 电话问我 能不能带几套衣服来挑一套 就我直接打车去那边了 他们挑完之后对不对 跟你说非常给 那一下他的眼睛有光了 感觉上 觉得办好了这个事情 让我心里产生一个价值 我的孤独它是值得的 我现在想要的东西 我现在看起来 我现在想要的事 我现在想要的事 我今天想要的事 我现在想要的事